如果不考虑四驱的情况下,我们普通人买车应该选择前驱还是后驱? 在很多赛事中,包括拉力赛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都是采用后驱车,甚至凯迪拉克CT5的广告语都是无后驱不豪华,那这是否证明后驱车更好呢? 当然不是,相反,我更建议我们普通大众选前驱,因为前驱的安全性更好,为什么会这么说呢? 我们先来分析前驱和后驱的区别和优缺点,感谢老板点个赞,我们开始往下讲,我们先说前驱,前驱车就是把动力传递到两个前轮上,由前轮拖着汽车行驶,先说优点,前驱车空间大,省油,购车成本低,缺点就是操控性一般,由于发动机就在前轮的驱动桥上方,所以车辆的传动结构比较简单,制造生产成本比较低,我们买车的成本自然也低,另外,传动效率高,所以也省油, 因为传动系统不经过车身,所以车身空间也比较大,但由于前轮是转向轮,前驱车的前轮既要驱动又要转向,所以操控性一般,转向不太灵敏,也就是转向不足,出现推头的现象,另外,在急加速时,车辆的重心会向后移,前轮的抓地力就会变差,抓地力差也就会打滑,所以前驱车的百公里加速7秒是一个临界值,动力在充足的发动机,受到前轮急加速抓地力差的影响也发挥不出来,所以前驱车3.0% 以上排量的发动机很少,还有前驱车的爬坡能力差,汽车在爬陡坡时,重心会向后移也就到了车尾,而车头就会因为重心不足,导致前轮抓地力差,所以前驱车爬陡坡容易打滑。 说完了前驱,我们再来看后驱,后驱就是把动力传递到车辆后轮,由后轮推着汽车形式,由于转向轮和驱动轮分开,前轮专注转向,后轮专注驱动,所以操控性比较好,转向比较灵敏,如果速度过快转弯,前轮的抓地力差,而后轮抓地力强,且转向灵敏,就容易出现转向过度,也就是甩尾的现象。 对于技术好的车主来说,这是漂移,另外后驱急加速更快更有优势,在汽车急加速时,重心向后移,反而给后轮提供了更好的抓地力,所以急加速时会表现更好,这也是为什么方程式赛车要用后驱的原因,大排量跑车也需要后驱车才能更好的把动力发挥出来。 但由于后驱车要把发动机动力传递到后轮,就需要一根传动轴穿过整个车身,所以后驱车的车身空间会比较小,另外因为传动系统多了一根横穿车身的传动轴,所以传动效率比前驱车更低,油耗箱比前驱车也就会更高,现在了解完它们的优缺点,我们再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,普通大众应该怎么选? 虽然后驱车的操控性更好,但同样的操控难度也会更高,特别是大排量后驱,在安全性上反而不如前驱,我们平时买车注重的更多是实用性,并不是为了更帅飘移,前驱车空间大还省油,操控性完全能满足日常使用,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讲,前驱车反而能更好地掌控,从抖音搜索后驱车发现,东北的冬天,10个后驱9个趴窝,另外一个是武林。